Hello,我是曹哥哥 有这么一句话 在济宁可以没有爱情 但是不能没有假饼 这句话足以证明济宁的假饼有多好吃 走着,咱去尝尝 济宁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有烟火气 比较安逸 就是这种感觉 济宁也是一座老城嘛 就在京杭大运河的旁边 跟济南一样都是一座老城 所以说这两个城市给我的感觉都是一样的 都是比较适合生活 有烟火气息 所以说这样的城市我还是很喜欢 终于不下雨了 山东连着下了几天雨了 从我在藻庄再到锦宁 这几天一直下雨 哇,我看到一家很老式的这种卖月饼的 都还是这种玻璃小橱窗 就这家呢 盲悬的 你好 这就是甲饼里面夹的东西 我要个甲饼 我自己也挑 你自己挑 行 好,就放这吧 多来点菜 这个是白菜,圆白菜 鸡蛋是煎的 炸的,你要煎的就炸了 那我不要了 也可以煎也可以炸 就是那种炸的鸡蛋就跟螺蛳粉里边那个炸蛋 不是哪个,不是哪个 就是葛的,这那个是咸的,他那个是老的 哦 炸的就是不油炸 一般都要那个吗 你喜欢这鸡蛋吗 不太喜欢 哈哈哈哈 你不喜欢这鸡蛋就不油炸 哦,我老觉得那个鸡蛋到里边有点油 哦,对对对 嗯,这是 这是小瓜 是吗 对 小瓜 小瓜 这个是李吉 哦,对 李吉来一个 李吉,来一个 哦,我看到 这个是叫什么来着啊 叫豆 豆扣 哦,对 豆扣,对对对 豆扣 我给忘了 这个是什么 这是鱼排 这是鱼排哦 你要要可以用虾子 行 我感觉这个好吃 对,那自己转 自己做的鱼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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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鱼排 哦,我先拿 他不做了吗 小鱼排 哦,行 你还做了还能吃两只 行行行 好嘞 我是怕你吃不了 就浪费 对 对 对 没办法 你做什么 这些鱼排 哦 不错 那你吃了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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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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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了 你吃了 那个 我吃了 哦这是压一下 就用那个东西压一下 把油给压出来 对 这样一压就没那么多油腻了 放辣椒粉 放 一等不就油吗 对 一抵 哦这样 看看 这样没有油了吧 对对对 那个油就不抵到我 对 这样听 放一点辣椒 放一点辣椒 生菜你要不 生菜也要 解腻 生菜解腻 嗯 对 其实本身菜里边会油炸过嘛 它油又会多一点 正好压一下把这个油去掉 对 挺好 要不然吸油 对 要不然吃到嘴巴的音乐 对 鱼排就不用压了 对对 鱼排一压成扁的了 对对 它压 它透了就没有油了 透了就没有油了 对 好了 哦 这看着 挺美味吧 老好吃了 你抱好吧 不用 就这样就行 我的多少钱 四块 十块是吧 十元 嗯 这儿正好有个桌子 哇 桌子 好香 当我还想继续再挑的时候 大姐说 你还能吃得了吗 没办法 我就特别喜欢吃这种油炸的 其实在咱们那里这个就是炸串夹饼 但是这里的夹饼就做的非常好吃 看看这么大一个 上面还有很多芝麻 撒了一点 这上面撒了一点紫然粉 还有一些芝麻 肯定香 还刷了酱 加了点生菜和土豆丝 这么大一个 一个就管保 十块钱可以 吃到一个鱼翅 鱼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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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一点点脆 这个酱刷的可以 我感觉吃这种夹饼就得素菜多来一点 素菜多的话多少会有点腻 其实别看是油炸的 这个素菜一点都不油 因为油炸过之后 还要用夹板去压一下 因为很多素菜油炸过之后 都会比较油 因为素菜吸油 但是刚才大姐用夹的铁的夹板 把素菜往里面一放 用夹板压一下 下面就会把油给沥出来 这样素菜就不会感觉油了 所以说整个甲饼呢也不会油 就我感觉 鲸鸣的甲饼跟其他地方的 炸串甲饼的区别就在于 首先是用那个沥一下油 首先这个菜不油了 然后就是刷的那个酱 好就是其实品种挺丰富的 因为我看了那么多 我都不由自主的一直要选 直到大姐提醒我说 这应该够你吃了 这个鱼肉好嫩 非常嫩的鱼 外面是火了 那个面包糠之后炸的 外面脆脆的里面嫩嫩的 看我这个甲饼有没有食欲 有没有把你相迷糊 太棒了 就是鱼排得小心一点 里面还有吃 在别的地方吃一般这个 炸串甲饼的外面 这个饼皮是油炸过的 所以说吃的时间长了 吃多了之后 就会感觉有点异 本身这个面的饼皮 就油炸过之后 它就非常吸油 就跟我们油炸那个 什么呀 就跟我们油炸馒头片 是一个道理 它比较吸油 但是这样用微波炉烤过之后 外面是焦焦的 里面是嫩嫩的 一点都不油 这些就是鲸饼甲饼的特色 中和就是不油不腻不咸 看来山东的 不只是煎饼卷一切 烧饼也能夹一切 夹万物 这个鱼排单吃也很好吃 别看这个夹饼 是比较新颖的小吃 但是在几年真的非常受欢迎 90年代 那个时候是用饼 夹着羊肉串 羊肉串 是油炸过的羊肉串 夹到饼里面吃的 后来经过几年人命 发挥这个超强的智慧 想象力 就想到了 把这些油炸的食物全都放到里面 就是油炸菜呀 还有这些豆蔻啊 鸡肉啊 这些东西就都放到里面 这样子又好吃又经济又实惠 其实这个酱对于炸串来说 或者是甲饼来说 或者是炸串甲饼来说都非常重要 因为本身这个东西油炸过嘛 就很难做到能吃多了不腻 其实要这么来说的话 我这一餐吃了也不胖呀 没什么油 没什么盐 就一个饼 里面都是菜嘛 鱼肉也不增肥 鸡肉也不增肥 哇 我成功的把我自己说服了呢 好 这下可以放心吃了 如果你也来吃甲饼一定要记得放鱼排 超好吃 外酥离难 就是要小心一点里面有刺 之前的甩炸也很好吃 我感觉这个如果不加饼的话 就单吃炸串 就刚才大姐这样做不加饼 应该也非常好吃 吃完了 刚才大姐还说 你别厉害了 你还能吃得了吗 这不是嘛 吃完了 好啦 甲饼我替你们尝过了 真的非常好吃 确实是可以不要爱情 但是不能没有甲饼 现在我也是这么想的 要爱情做什么 只要我们有甲饼就行了 好啦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 一定要记得点关注点赞 收藏评论哦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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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